他吃素吃了四十多年 他明明退休可以在家里 可以带孙子 他就是一腔热血 就是要贡献 他就是贡献这些盲人 没想到非来很货 我想这个 我身心俱疲 突然间晴天啤雳 接到这个是一个 好好的一个行善的人 突然间就离开我了 他生而运了 对我们整个家族贡献 万万千 不知道该讲什么 但是我要呼吁 所有人不管酒窖 吸毒或者是暴冲 这个一定要想办法 台湾人的智慧 不可能 没有办法 AI这么把打 我真的呼吁拜托 所以俗话讲的就是 我最后一个俗孩子 但愿你不是 相轻保卓到家 救出了 应该心思想 亏 iterations 毛病 现在大概服务几年了 他在这个广论服务几多年了 而且他也在此地 他只要有空他就去帮忙 到过此地他主要是以福祉为主 他在里面他是正职工作 到老吉把他时间倒是退 但是他气而不捨 满腔热血我真的太佩服他了 还有说那个造势驾驶 他也是因为家人刚过世 处理后世比较累 那您对于这个说法 我不清楚我只是看到后面 Google那个车后 但是这个不太清楚 我到现在没看到他本人 要有一点悔意 这个等于是毁坏了我整个人生 然后做这么善事的人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凄惨的一个结果 我要问上天 是不是很舍不得太太 那当然 一共在43年前 一共在43年前 然后他一直就是 与人为善 我想我的孩子 孙女都是向他 看起敬佩他 但是没想到我这样的一个悲剧 所以我要呼吁 我不曉得这位先生他 有没有喝酒 或者是有什么的吸毒 我不曉得 但是要呼吁政府 或者是民间的团体 任何一个单位想办法 不要让这个悲剧再发生 不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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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里 很快 这就是 这个 这 是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